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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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但是你说是否很紧张 我觉得又不是的 还有大家留意一下 其实六七八月 其实通常每一条线 都有一个向下的趋势 这就是季节性 是的 是的 未必年年都是这样 但是你看到过去十年 其实很多的年数 其实都有这个趋势 因为是美国的夏天至到初秋 没错 就是刚才提到驾驶的高峰期 每一次去到这些日子 大家真的疯狂地去驾车出去旅游 其实对他们的汽油的需求 是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推动 所以就会令到原油的库存 是会有一个季节性的减少 你刚才提到汽油 因为真的涉及驾车駕 比较紧贴一点 我们看看汽油的库存 后面的线 其实就差不多2012、2013、2014、15、16 就是数到现在 这么多年的平均走势 你看到原油没有跌得那么急 是 而且叫做挺高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 其实汽油的库存 其实不算是处于一个很紧张的水平 就是你以一个历史的角度去看 其实现在那个汽油的库存 你严格来说你可以说是偏高的 是的 其实只有一年或两年 其实是高于现在的水平 所以要看回 就是未来我们会不会见到 这个汽油库存是有一个减少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几样东西去看 第一我们看回那个 就是链铛的设备的水平率 就是因为原油要经过链铛去变造汽油 那这里现在大概是90% 那其实不算是很高的 因为其实正常来说去夏天 真的是一个很高峰期的时间 其实去到98% 99% 都会的 所以现在其实90% 那他没有说再推上去的原因 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 其实现在的库存 都多的 是的 就是他也没有这个有因 要去这样做 还有如果你说看到 那个需求是否真的可以 拉这个库存下来 是的 如果说现在大家 好像刚才大家提到 我们有个幻想 我们有个憧憬 但是这个憧憬 会不会实现到 会不会实现到 是的 如果他实现不到 那他一直都是处于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 就是汽油库存的话 那其实话多话少 都会对原油那边的库存 那可能也会慢慢慢慢地 就是上回一些 或者不会再跌得那么急 那对价格 其实就未必是一件非常好的事